来看到民众党陈志涵和蔡碧如两个女人的战争 现在台北市议员尤淑慧也加入战局 一开始陈志涵是呛 台中市政府蔡碧如顾问是准公务员 不得涉入党务 结果就被尤淑慧跳出来开栓 说当年柯文哲是市长怎么会当党主席呢 陈志涵今天也再度回击 因为尤淑慧议员也有说这个 他说柯文哲主席有兼任这个党主席 那我想尤淑慧议员如果真的要这样双标 真的要想清楚 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台北市政府的有几职顾问 都睁着眼睛在看尤淑慧议员怎么样陈述这件事 怎么样表达这件事 千万不要双标 民选的首长他是民选的首长 他跟一般的公务员不太一样 所以他受到的规范不能够完全等而适之 但是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政治人物特别是公务人员在参与政治活动是有受到规范的 只要回去翻一下公务人员的行政中立法就可以清楚的说明 公务人员不能够兼任党职 这跟参与会议或者其他的活动是不同的事情 另外也不能够兼职 例如开节目 所以有明确的规范 那游淑慧议员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法规来研究清楚 我相信他不止现在是议员 他过去也曾经担任过台北市政府的官传局的主命 对于这个法规的规范 他应该很清楚在对 有去延烧的还有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看豪宅的争议 而且是高达1.2亿元的豪宅 外界好奇当医师有这么好赚吗 不过有人拿出艺人小S的公公许庆祥为例 表示他也是医师出身 但因为擅长投资理财 因此有能力买下两间地宝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与太太陈佩琪 两人从一多年近日陷入假账风波 陈佩琪还爆出看1.2亿豪宅 外界质疑医生真的这么好赚吗 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都是台大毕业的医生 工作了三十几年 坦白讲要买个一亿元的房子 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 柯文哲出面解释 但外界还是存疑 对此有网友举例 小S公公许庆祥就是医师出身 跟买下两间台北地宝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点出同样是医生 为何许庆祥致富不意外 而柯文哲会受到质疑 差别就在于如何运用医生主业带来的钱 小S公公很会理财 靠投资赚了很多钱 加上诊所本业收入 当然买得起地宝 也有人表示医生要买豪宅 当然没问题 有疑问的是 柯文哲选举时财产申报只有2000多万元 怎么突然买得起上亿豪宅 还有选举时喊居住正义 阿伯没有钱请捐款支持 现在没有选举 阿伯怎么突然又有钱了 另外也有网友表示 如果连柯文哲夫妻 两人当医生还是权威 都买不起破译台北房 那还有谁买得起 东西人最后报道 好 另外社会焦点 还要再来看到的是 这名男子竟然被民众之一 说是在偷拍 网红四叉猫自治 柯文哲哭穷折线图 带大家分析 柯文哲政治现金专户余额 2024大选启动500计划 当时柯文哲还有5200万 投票前夕再叫小草捐款 这时余额还有7400万 政治现金短差金额热议 柯文哲蜡烛好几头 烧个不停 妻子陈佩奇 看破一豪宅 看在小草眼里 不禁想问说好的居住正义在哪里 过去高谈居住正义现在都在看房 不会挑时机实在令人摇头 我们科的医师也有夫妻党的 其实我还真的没有看到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连胸腔内科医师苏一峰也分析 现代的大科医师就算两人薪资加起来 也难买1.2亿房子 更有不具名的荣总医师表示 公职医师平均月收大约15万 以医师夫妻收入来算 能买得起6000到8000万的房子 已是最大极限 不只领的薪水而已 我们也是要吃药喝要付电费 加上科文哲又自曝 管理费比月退休金还要贵 但从台大郑教授月薪10万计算 保守估计月退也有个五六万 再加上先前传出 陈佩奇有8万月退的退休金 高昂的管理费也被质疑 这豪宅价格恐怕比1.2亿还要贵 科文哲现在比较关心人家 看不看得起他买不买得起豪宅 而不是关心民众党的未来 跟他自己的政治诚信 而近期民众党台北市议员 更举办居住正义讲座谈设宅 轮后制 议员们的这番美意恐怕会被 科主席夫妇的破译豪宅风暴 给扫到太风味 东森新闻真正中心综合报道 看到包括科文哲还有民众党争议 连环报包括了假账风波 买得起豪宅 市长当党主席的争议等等 还有整个民众党 现在民调低迷这些风波 科文哲面对了麦克风 选择必谈不回答 只有简单的说 本周记者会都会统一回答 现在很多医生都说 买不起1.2亿豪宅 你怎么看 因为不看 就是说 跟苏伊丰说 那个医生现在买不起 看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民众党的支持度已经剩够位数 随时还是说这个 不能 市政顾问不能介入 不能介入党 可是他说 有愿急说 你当年当市长的时候 你当党主席 主席现在查账进都到哪里了 好 就因为柯文哲爆发了 假账的争议 过去担任台北市长的施政 也被高度的来解释 像是柯文哲任内 第一个公办都庚 设宅大龙新城 就有住户抱怨说 从2020年入住到现在 可以说是状况连连 让他从失望到绝望 而且也负担不起修缮费用 255万 对此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陈怡君就痛批说 柯文哲有钱看豪宅 还不如出钱帮忙修房子 人家下雨是收衣服 我们下雨就开始准备抹布来吸水 住户无奈自嘲 看看漏水施工处 心中满事无力 因为怎么修水还是漏 又有臂癌 想当初因为海沙屋重建 满心期待 大龙新城2020年启用 但入住至今已经四年 屋况还是状况连连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第一个公办都跟社会住宅 大楼新城 从2020年住户入住之间 就发现整栋大楼长行淹水 这里都要堆放沙包 而且顶楼还有壁雷震 但住户就抱怨有庄跟没有一样 裁几个午后雷震与建筑屋就被破坏 导致角落掉砖块 就算5月西侧才刚修完 8月东侧又出状况 很多问题 这个 我跟你讲除了壁雷震之外 除了壁雷震之外 还有我们的排水系统 其实我心里在哭了 交屋过了四年保固期 修缠还得大家分担255万 但这数目可不小啊 市民老百姓怎能负担 做这个都根 其实我们当初都很感谢他的 可是执行下来的结果 却是从失望到绝望 因为当初就是设计不良 或施工不良 然后这些痛苦 让我们市民来承受 满满的修缠记录 也像血满住户的心酸血泪 时任北市长柯文哲 过去政绩对比如今豪宅言论 更显讽刺 1.2亿的房子 柯文哲说他买得起啊 不要装穷了 那么请你拿钱 请陈佩琪再次拿出 他的存折跟印章 把钱交出来 修散大龙新城 议员喊话要请肇事者出面 现任台北市长蒋湾 也积极面对 我想这个部分相关费用 项目数也会持续跟国汉会来讨论 如今柯文哲夹帐风波一团乱 这回连过去政绩也被点出问题一裸框 东升新闻中将好 李璐台北报道 好 另外敲播最新消息来关心 在客问者任内的这个金华城案 那么包括了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今天还亲自出席了议会的 这个金华城调查小组的会议 到底目前详细情况如何 能先给记者刘佳耀告诉我们 佳耀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来关心北市议会的最新消息 那我们现在仍在北市议会这边 你可以看到在计划整个调查小组这边 现在的美理是没有办法进入的 因为这一次的会议非常特别 是改成了一个不公开的形式 那可以知道是北市前副市长 彭震生已经在里面了 那我们可以知道是他今天一早 其实是一个躲媒体的状况 他是从后门进入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得到 他的是笑容满面的一个形形 那是不是呢他已经要转为这个污点证人 都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还带你来关心说 有关于这一次的一个进展的部分 其实金华城案已经延烧非常多天了 从8月10号彭震生呢 被讯问三个小时 涉犯这个贪污之罪 条例涂地罪嫌重大 因此啊被限制出境出海 以及限制住居等等 那在8月20号之后 事实上北市议会呢 曾经希望彭震生呢 然后来进行相关的说明 不过呢因为他家中有事不可出席 直到8月26号的时候 也就是今天议会呢 在开始进行调查 那彭震生是亲自出面说明了 那我们来听一下 今天这个这场议会的这个调查小组 主要的内容会谈及哪些 听一下刘淑慧怎么说 我们当然要离经这当时政策交办的一些过程 就是当时我们知道说彭震生应该是接到 可主席的交办 然后开始进行这个案子 那当时的交办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的交办 然后接着就是彭震生在处理这案子的时候 面对委员的一些诸多质疑的时候 那他是怎么处理当时府外委员的这些质疑的声音 还是依然的这样进行下去 那在这个长达两年的过程之中 他有没有 柯市长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过程是怎么样 其实主要就是要厘清这个 应该是说当时是否二把手 在这个案子里面的决策或是执行的角色 就他扮演的是决策还是执行的角色 好可以知道是目前呢 议会的调查小组还在进行调查阶段 不过呢有说这个炮火非常的猛烈 是不断的批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那我们可以知道是这起案件呢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攻防战了吗 我们可以知道是呢 前北市长郝龙斌他说 柯文哲的责任是一定有的 而且他批评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 而现任的台北市长讲完其实也强调 数字的强调说会配合警调的调查 不过呢有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进华城这个案子里面 那柯文哲也再三的重申说 公斩后没有牵涉 但北市议员这个游戏会就直接开含了 柯文哲根本在说谎 因为在两次的一个会议当中里面 他都柯文哲亲自的才是要尽速办理 因此IP是选择性的失忆 那我们可以知道是呢 今天蓝绿的焦点呢 都会在场会议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钟小平 家欧嫂也爆料说柯文哲在2014年的时候 收3000万的一个政治现金 而且是没有开这个收据了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东西新闻会持续为您关注跟掌握 以上是目前掌握的最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往同内 主播